根据多个州和城市警方的报告 美国各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即5月5日至7日期间 发生一系列枪击事件 已造成多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5日晚 密西西比州海泉市的The Scratch Kitchen 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了一名青少年死亡 另有6人受伤 警方表示一名嫌犯已被拘留 他们相信这起枪击案与帮派有关 6日下午 一名枪手在德州艾伦的 Premium Outlet购物中心开枪 造成了9人死亡 7人受伤 艾伦警察局的一名警员将这名枪手击毙 艾伦消防局表示 伤者中有3人情况危急 哈里斯县警察局报告称 周六凌晨 在德州休斯顿的一个毕业聚会上 一名16岁的少年在与一名成年男子发生争执时被枪杀 同样在周六凌晨 加州齐科的一个家庭聚会中发生了致命事件 造成了一名17岁女生死亡 无人受伤 据悉 枪手从一辆车中向正在举行派对的公寓大楼停车场的一群人开火 警方表示 这起枪击事件不是随机的 这起事件中的伤者为四男一女 他们年龄从18到21岁不等 都没有生命危险 美疫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即将于5月11日结束 疫情期间 多项规则和方案将随之终止 其中包括联邦医疗保险及私营健保业者 为每人每月负担最多8次居家检测费用 联邦强制令解除后 多数保险业者可自行决定 是否对部分或所有居家检测费用提供给付 信诺医疗保险公司在官网公告 12日起不再为保险客户支付居家检测费 联合健康保险也透过官网声明 11日过后 不再给付非处方新冠测试 除非州政府法规另有强制令 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发言人说 如果使用医疗补助计划或儿童健康保险计划 2024年9月前都可想免费检测 此外 民众可在图书馆 健保单位或透过社区团体 索取免费检测组件 据KTLA5月7日的报道 南加州河滨县警察局的警员 近日在诸鲁帕谷进行搜查时 查获了价值100多万美元的大麻产品和其他物品 当局在Production Circle 1700号街区的一家 非法无证药房执行了搜查令 警方最初是在下午5点30分左右 接到骚乱报告后赶到该地区的 当他们到达时 有许多人试图逃离 其中一些人被抓获并被拘留 在搜查过程当中 当局缴获了约115磅加工大麻 10磅裸钙菇 100磅大麻浓缩物 2400支大麻电子烟和1200件可食用大麻产品 官员们表示 查获物品的估计价值已超过100万美元 英国《金融时报》5月7日报道称 欧盟已提议对多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他们被指责出售相关设备 可用于支持俄罗斯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 此为俄乌战争以来 欧盟首次提议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恐将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据《金融时报》查阅到的制裁名单显示 7家中国企业已被列入欧盟成员国 将于本周讨论的新制裁方案 包括三合成半导体 金牌科技 信诺电子 希格电子等 此次欧盟委员会的制裁提案称 鉴于俄罗斯军事和工业联合体的电子组件 在乌克兰侵略战争中的关键促成作用 欧盟将规避贸易限制的某些第三国实体 以及参与俄罗斯军事和工业综合体电子组件开发 生产和供应的特定俄罗斯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是适当的 欧盟还提议对一些参与向俄罗斯制造和供应无人机的伊朗公司实施制裁 并提议扩大对俄罗斯的禁止出口范围 据悉 此制裁名单需要得到欧盟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才能生效执行